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呢 是使用SBM 来完成人脸识别 那这里我们要用到的 这个人脸识别的数据库呢 是这个FW 这个人脸识别数据库 它的这个网址在这里 它这个数据库呢 是一个开源的数据库 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网站上面呢 免费的下载到 这个关于人脸的这个数据集 有很多的比赛 或者论文的话都会用到 它这个 这个LFW这个数据集来做测试 好那这这一课的话我们就要用到 这个数据集 这里的话我们先加入一些包 那在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SQL里面的DataSize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 import这个 那我们去执行 执行这个 这条语句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 帮我们从网上去下载 这个关于人脸的这个数据集 它会帮我们自动从网上去下载 那下载完了之后 你再去运行这句话的话 它就会 它会下载到你的本地 那你再运行这句话 它就是相当于在你本地去调用这个数据库 那第一次下载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 我之前已经下载好了 等一下我之前的话就 就是直接从本地去再入就比较快 那这里的话我 我这里还设置了两个参数 那这里第一个参数呢 是说 呃 就是 最少的就是 你可以从这里这里的这个字面理解 就是每个人他最少的这个脸的数量等于70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呃 它这个里面呢 这个数据库里面下载回来之后呢 会有很多个很多个人的这个人脸是 人的脸的数据可能有几百个人吧 那有些人可能只有五张照片 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二十张照片 有些人可能会有几百张照片 因为每个人他他这个脸人脸的这个数据是不一样的 那设置了这个参数的意思是说 呃大于70个大于70张照片的这个人呢 我们才会 才会把他的数据给再入到这里 如果他只有五张照片或者十张照片小于70的话 那我们再入数据的时候呢 就不会再入这个人的数据 就我们只再入 这个人脸的照片比较多的这个人 他的数据我们才会再入 他的照片大于70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再入 这是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呃 因为他图片的这个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他图片的这个尺寸可能会比较大 那我们这里 再入的时候呢 要对他做一个reset 就是改变他尺寸在那个操作 就是相当于把他的尺寸呢 改变成原来尺寸的0.4 就是把他的照片 把这个人的照片呢 给给变小一点 好 那就是这里呢 我们就做了这两个事情 然后呢再入这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选一个图片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呃 再入数据之后呢 我们调用他的这个 images images 这个属性 然后6呢 相当于是第六张照片 他他0的话 就是第0的照片 1的话第1张 6的话就是第6 第6张 好 然后呃 这个参数是说 我们可以显示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显示的是这个灰色的这个图片 灰色的这个图片 那最后呢 这里虚无就就显示出来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 这里的第6张图片 显示出来之后呢 是长这个样子 那就不实的照片 这个字张照片应该是不实的照片 好 那 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数据的其他的一些属性 我们调到他这个images 点shape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数据的一些格式 他数据呢 是有三个维度的 一个第一个维度呢 是 这个 1288 1288 例子的时候 他一共呢 有1288张照片 就是我们 呃 这里这个债务的数据呢 一共有1288张照片 然后照片的这个高度 这里是高度呢 是50 照片的宽度呢 是37 就是说高度是有50个相处点 宽度呢 是有37个相处点 然后他的这个data.shape data.shape就是他的数据 呃 数据的格式呢 是1288 1850 就是说1288张照片 1288个数据 那每个数据呢 他是1850个 50个 就是每 对于每一个样本来说 每个照片来说 他有1850个数据 那这个1850就是这个50乘37嘛 就对应于1850个相处点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这个再看一下 他这个target 就是他的标签 标签的话就是一些数字 是135678这些数字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target targetnets 就是他的这个标 标签他的名称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一共有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七个 一共有七个 就是照片大于70的 照片数量大于70的人呢 只有 这里呢只有七个 这个标签呢 应该是从0到6的 一共有七个标签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点ship0 就相当于是我们可以 呃 获得就是 分类的个数嘛 那就是这里是 有多少个种类 那应该是 这里应该是七 或有七个 七个种类 好下面的话 我们对数据集进行这样拆分 就拆分为这个训练集 以及这个测试集 下面这里我们呃 创建一个sbm的分类器 使用的是这个rbf的和这个 和函数 那这里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的的意思呢 是说 呃 比如说 我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分类的时候呢 这个a这个类别 假设a这个类别呢 有这个99个样本 好 那b这个类别呢 假设呢有一个样本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个a这个类别 它的这个样本数量很多 b这个类别呢 样本数量很少 他们的数据数据量呢 是不均匀的 这种情况呢 在我们的实际的建模中 是很经常会出现的 就是这个数量 就不太均匀 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比较极端 一般不会 一般不均匀 也不会有这么极端 好 那假设 就假设这个极端的情况下 那a的数量比较多 b的样本的数量很少 那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问题呢 会发生问题就是 那假设我们现在构建一个模型 呃 构建一个模型 那我们我们会发现 呃 假设我们这个模型很笨 他他把所有的 不管你的 测试数据是怎么样的 他把所有的数据 都把 都归类为a a这个类别 那我们会发现他准去率有多少 准去率呢 有99% 就是 比如说这里是测试机嘛 那这个测试准去率呢 有99% 就是我们不管 呃 或者或者你这里把数字设大了 你有990个 这里有10个 这里有990个呢 那样本呢 是a类别的 有10个样本呢 是b类别的 那你不管这个数据是长什么样的 你你都把所有的这个样本呢 都归类为a这个类别 你会发现你的分类器呢 有99%的准去率 那这个99%准去率看起来很高 但是呢 它的效果呢 不一定会很好 就是比如说你拿一些呃 其他的测试样本 你你这里是训练机吧 你用你的测试机来做测试 你会发现准去率可能就会很低 因为这个准因为这个准去率呢 他他有这么高准去率呢 他是受到了这个 这里的这个数据不平衡的一个影响 因为你这里数据极度的不平衡 他就他这个分类器呢 他就会更倾向于 呃 把你的这个数据呢 分类到a这个类别 因为分类到a这个类别呢 他会最终呢 他就会得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准去率 所以说他特别容易把这个 不管你的数据长什么样 他特别容易把这个数据都归类为a这个类别 这是数据部分很会可能会产生的一个问题 呃一般我们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 a是100 b是50 就是说不要这么极端 因为我们一般 生活中碰到的这个问题呢 工作中碰到问题也不会这么极端 比如说你a有100个样本 b有50个样本 好 那我们常常用的方法呢是可以这样 就是你可以把a a里面的这100个样本呢取50个样本 就是a取50 好 那b的话也 一b的话 我们就b的话 因为他只有50个嘛 所以说我们就 使用b里面所有的样本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够建议这个数据集呢 呃 a有50个样本 b有50个样本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再去建议建模 可能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训练集里面呢 你的所有的样本的个数呢 就所有种类的这个 所有种类的这个 样本的个数呢 最好是一样的 就是a有50个 b有50个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或者是这样 就是a的话你取 a的话你还是取 这个100个样本 b的话你可以就是 把b里面所有的样本呢 都复制一份 那就相当于50加50 你把b里面所有的样本 都复制一份 那这个a的话是100个样本 b的话也是100个样本 这样a和b的样本 这个数据就一样 这样的话也可以 好 那呃 这里这个参数的意思是说 他因为 因为现在我们用到这个人点识别 人点的这个数据集呢 他也是不均匀的 他有些人的照片会比较多 有些人照片比较少 那这里的话他也做了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设置 呃 就是在分类的时候呢 他会 他会 加上一些这个分 加上一些参数 就是 如果你的 照片 数 数量比较少的话 他可能会给你这个分类的时候呢 可能给你的群重比较大一点 然后你的这个训练 你的这个 在训练的时候呢 你的照片的数量比较多 那在分类的时候呢 他给你的这个群重就会 就会小一点 他会这里做一个群重的 这这里这个 分类的群重的一个平衡 就是用来 用来解决这个数据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比如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参数 下面调用这个fit这个方法 训认这个模型 好 训练好了之后呢 我们调用他这个predict来做预测 来对这个测试集做预测 预测 预测完了之后呢 我们调用他调用这个 呃 就是我们来用来做测试 测试这个准确率 召回率以及f1的值 但是这里我们还可以传入一个参数进来 这个targetLens targetLens targetLens 我们可以传入这个 呃 人类识别人里面 人类数据集里面的这个targetLens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 看到 左边这里 左边就是人的名字嘛 就是这里这个targetLens 每个人他的 呃 判断的一个准确率 呃是多少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那这里我们会发现他的 准确率很低 这个准确率召回率 F1的值呢都很低 就是我 在我们不对这个数据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现在呢 直接债务数据 然后直接建模 那我们发现这个准确率又很低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比如说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里 使用这个PCA降维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再再来再来测试一下 呃为什么要 为什么这里我们要做这个PCA降维呢 是因为之前我们这个PC之前我们有讲过 他他是用来 他是可以用来做这个数据压缩的 那在这个数据压缩的过程中呢 他一方面可以减小这个计算的这个复杂度 那另一方面呢 他可以去除一些这个造成数据 就是有些数据呢 可能是可能是造成 我们可以把它去去除掉 可能最后对这个准确率会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现在的原始的数据呢 他是每一个样本的他是有1850个像素点 所以说他的数据的维度呢 是1850 那1850个相当于是他有1850个特征 那这个特征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对他的进行那些压缩 进行那些这个降维的操作 那这里的话我们把它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降成100个维度 就把1850个维度的降成100个维度 这里我们设置一个100 然后呢这里我们调用这个PCA 然后把这个100传进来 这里我们Feed 调用他的这个Feed的方法 然后把这个data传进去 把他的数据传进去 好这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这个PCA的一个降维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调用他 他这个transform这个方法 把这个extrain 这个extrain传进去 这里可以得到 这里这边呢得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训练降维之后得到的这个训练集的数据 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个xtax传进来 那就得到了这个降维之后的测试集的数据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数据的格式 那extrain 然后pca.shape 那他呢 就说在这训练集里面呢 他有966个样本 每个样本呢 他只有100个维度 那就相当于是他已经做了一个降维嘛 那原来是1850个维度 降维之后呢 就变成100个维度 好那这边我们还是同样的定义一个svm的这个分类器 使用的也是这个rbf的核函数 那我们这里我们再构建一个模型 好那然后的话我们再做一个这个预测 然后看一下他的这个测试效果怎么样 这里我们发现他的这个准去率呢 提升到了88% 这个召回率呢是87% F1的值呢87% 那已经算是一个比较 还是一个蛮高的一个准去率了 好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 还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改进 那之前我们讲过这个svm分类器呢 他有两个参数可以调节 一个呢是c一个是gm 好那现在我们学习一种新的这个调参的方式 那之前我们调参可能是一个一个参数去进行调节 可能效率比较低比较慢 那这里我们看到这种方法 呃这里的话我们定义一个这个字顶 这里是个字典 那这个字典里面呢有两个建筑队 第一个建筑队呢是这个c 好c他对应的值呢是这个 这里是个list 那这里是0.1 1 5 10 100 这里就是说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些这个值 这个gm的话同样的gm的话 这里我们后面定一个list 他也可以设置一些值 0.0005 0.0001 0.0005 0.0001 好 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些这个c和gm的值 那下面的话我们再调用这个 呃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他这个方法呢 他里面呢我们传入这个sbm分类器 呃这里有这里是我们定义的这个一个sbm的分类器 好 那下面那后面这个东西呢 跟在他后面这个东西呢 是参数 就前前面我们这里定义的这个参数 好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然后这个这里我们再fit嘛 fitfit这个数据 那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呃他这里会建建模 建模的时候呢他使用什么参数呢 他会使用这里所有参数的组合 就是说呃这个参数和这个参数组合 然后这个参数呢和这个参数组合 那这个参数再和这个参数组合 这个参数和这个参数组合 然后到这个参数和这个参数组合 这个参数组合 这个参数和这个参数组合 那所有的参数呢都会两两的组合起来 那总共呢会有12345 1234 总共呢就是5乘以4 有20种可能 在这里这里的参数组合呢有20种可能 他会把这20种可能呢全部测试一遍 测试一遍 那 那 所有的可能我们都测试一遍 那我们就肯定知道 哪哪哪个参数最后得到的结果会比较好 啊 那这里的话我们 呃 这里的话我们打印一下 这条一句 这条一句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他 呃最好的这个模型 他最好的参数是哪一些 那他这里呢最好的参数就是 C等于1 C γ等于0.005的时候 C等于1 γ等于0.005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这个 呃最好的一个结果 最好的 这里的这个模型最好的一个 准确率 好那 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用这个模型呢 来 测试 来测试一下这个测试集 然后看一下他最后的结果 这里我们发现他最后的结果呢 相对于前面来说有了一点提升 那前面我们没有调参的时候呢 他是 百分 这里是百分之八十八 百分之八十七 百分之八十七 那这里我们加上了这样的一个 呃调参的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选这个参数 以及这个参数 调参了之后呢 他的准确率呢 变成了百分之八十九 这里是百分之八十八 这里百分之八十八 那就比前面提升了一点 好 那其实其实这个步骤 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往下位一条 因为呢 现在我们知道了两个值 c等于1 和gamma等于0.0.5 这两个值是比较好的值 那在这两个值的基础上 其实我们还可以 进一步的进行位一条 比如说这里 c等于1嘛 所以说我在1的周围再取一些数 这个0.1 0.6 2 3 那这个gamma是0.0.5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0.0.5的周围 再取一些数 0.0005 0.0006 0.0007 0.0004 0.0003 那在 呃 这里我们先取了一些数码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式 重新来 重新来构建这个模型 我们重新用这些参数来测试 再来构建一个新的模型 呃 模型做解好 然后 呃我们把这个 这个训练数据放进来 训定这个模型 训练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参数 那它这里得到最好的成数呢 是c等于3 γ等于0.007 那和之前呢 又有了一点变化 好 那我们再测试一下它的结果 它结果呢 我们发现它的这个总确率呢 又有了一些变化 这里的总确率呢 是 总确率没有变化 总确率89% 还是89% 这个召回率提升了一点 召回率是88% 下面呢是89% 然后这里是F1的值88% 下面是88% 这个没有变化 那就说这个召回率提升了一点 呃 就说之后我们调 之后我们这个 呃 你想调参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这个方法来调参 可能就是比较会 会比较这个方便一点 你可以设置多个参数 这里 可能你有这个多个参数需要 需要调节嘛 你这里可以设置多个值 取多个值 然后看一下哪 最后呢 是哪一个值得到的结果 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这个模型训练好 这我们可以 再画图 然后看一下 像比如说下面这个图 就是根据这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的这个测试结果怎么样 那上面这里呢 这里导演的两行 两行字 上面这个呢是预测值 下面这个呢是真实值 那这个真实值和预测值的名字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说明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那这里预测正确 正确 那这个预测就错误 那这个 它这个预测值和正值值 它名字不一样 那后面的这些数据呢都是正确的 其实 其实这个识别的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怎么画出来的 这里我们定义了两个函数 然后我们先看这句话吧 这句话 这句话呢是这里有一个list 这list里面呢它有一个循环 这里循环呢它一共循环这么多次 就是 这是我们的这个测试 测试的结果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测试结果 把这个测试集放进来得到这个测试结果 那我们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这个测试结果的长度 也就是说 一共呢有多少个测试结果 然后range 就是我们生成一些数 这循环生成一些数 生成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数呢 这个放到放到这个函数里面 这个title函数里面 那title函数这里呢传入一些参数 一个呢是 这个预测的结果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真实的标情 这个是label 现在正是真实词 这种预测词 这个是真实词 那这个taggingLens就是 标情的名字 就是人的名字 这个 i呢就是数字嘛 从从零开始 range的这个数字 好 那这个title我们看一下 这个title的话 这里这个taggingLens 就相当于是一个list嘛 就是我们可以取 取这个taggingLens 它的它里面的内容 它里面内容呢就是人的名字 好 那我们看一下去去哪个人的名字 在这里的话我们调用的是预测词 预测词 i呢就是相当于是第几个样本 第几个测试样本 它是从零开始的 好就是我们 拿到当前的这个测试样本 它的预测值 然后根据它预测值的这个数字呢 我们取 再取到这个人的名字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人的名字 啊 在这里呢 split就是做一个切放 因为人的名字 它有这个英文名 它有这个姓和名 这个名字以及姓名 那它的这个外国人呢 它是这个姓在前面 然后名字在后面 那我们这里以这个空格为这个分格符 要它最后的最后的这个部分 最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它的名字 因为它现在前面名字在后面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这里可以提取到 这一个人的名字 保存在这里 这是我们预测预测的这个人的名字 好 那下面的这个下面这里的话是 那这里是真 它的一个真实的标签嘛 就相当于是我们 拿到这个人 它一个真实的名字 这里是 这里是我们根据它这个 内容 这个图片内容 得到了预测预测的名字 这里是它的真实的名字 那这个return呢 就是返回一个 这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是 呃前面这里是我们预测 这个预测值嘛 预测值 然后这里是预测的名字 然后这个下面这里 这里是一个 席杠呢 是一个换行 换行符 换行了之后第二行呢 我们打印这 这就是这里有个换行嘛 换行之后呢 我们打印这个真实 真实的这个 呃人的名字是什么 上面是预测的人的名字 下面是真实的人的名字 好 然后下面这里我们 我们再调用这个 这个函数 这函数呢 我们传入的 传入呢 一个呢是xtax 就是预测 这个预测样本 它的这个数据 好 然后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这句话 这里的 这里返回的这句话 啊 h呢是这个图片的高度50 w呢是图片的这个宽度37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函数 呃 这个函数呢 首先这里我们定义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 呃 后面这里还有两个两个材数 这里是行 这里有三 这里呢是有三行 然后呢 五呢是五列 三行五列 好 那我们根据这个行 行和列的数量呢 我们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 这里是这个图片大小 下面呢 这里呢是对它指图片 这个图片里面的指图片的一些这个设置 那这里你这里面的每一个小图片呢 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大图片里面的这个指图片 就它里面有15张指图片 啊 这里是对这个指图片的一些设置 就是说这种指图片 它离这个底边的距离 离左边的距离 右边的距离 上面的距离 以及它的这个指图片之间的一个间隔 就是我们可以设置一些这些参数 然后这里是一个循环 这里总共呢循环这个3乘以5 总共呢循环15次 好那每一次的话 我们设置我们设置一个指图片 这个指图片呢就是 呃 那 这里的话就是3 这里是3 这里是5 就是说3行5列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个 它的一个指图片是3行5列的 然后I呢它是从0开始的 0加上1就1嘛 就是说现在从1开始 从1到15 那每一次的话我们会设置一张 设置一张图片 从第一张图片开始 那第二次循环呢 就设置第二张 第三次循环呢就设置第三张 好那 这里是设置 从第一张图片开始设置 设置每一张图片 那下面呢就是显示的内容 那就这里的话 我们要显示这个images images images是从这里传进来的 images呢就是 我们要显示这个图片的内容 那这个图片内容 那这个图片内容就是这个数据吧 这个测试集里面的数据 然后它的这个数据呢 数据呢是1850个维度的 那我们要把它reshape 就是把它形状呢改变成这样的形状 把reshape这个成为这个高是50 宽是37这样的一个图片 它原来呢是1850嘛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张图片的样子 然后这里是它的这个灰度 我们要看看到的是一张灰度图片 好下面呢是设置这个图片的title 这里的title呢其实就是这句话 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看到这句话 那这这句话呢就包含着 呃我们的这个预测的结果 以及以及真实的结果 然后这设置一下它的大小 那这两个呢是用来把它的这个 图 它这个绘图的这个 x的坐标和y坐标给去掉 就是它是设置它的坐标的 那这里我们看到一张图片 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形式的是图片嘛 不需要这个坐标 我们就可以把坐标去掉 最后呢再把它所有的东西给形式出来 那就能看到最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 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然后这里我们发现这里有个 这里有一个这个测呃预测错误的人 那其他人呢都是预测正确的 好 那关于这个SVM的人领识别的程序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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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